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天亮 早起的村民就发现了 这地下怎么有这么多圆球啊 这些圆球是大小不移 形状各异 溜圆的 椭圆的 长圆的 扁圆的 还挺好看 村里的老人就说了 说这个呀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龙蛋啊 这是天宫赐宝 呦 大伙一听可高兴了 赶紧捡吧 然后把这些宝贝蛋就抱回了家 当地村民说了 说后来发生的事啊 就更神了 这些龙蛋啊 它能帮助人们实现心愿 虽然不是有求必应吧 那也基本是心想事成 当然 这是村民的传说 老臣我也不都信啊 但是这个小山村 它确实存在 它就在我国贵州省三都县的境内 在这里呢 确确实实下过这个所谓的龙蛋 三都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 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 距离省会贵阳一百四十千米 为解开龙蛋谜团 不久前 地理中国设置组前往那里 当地向导告诉记者 发现龙蛋的地方是一个叫咕噜寨的小村子 向导介绍 古鲁寨全村有九十五户人家 据说那个雷雨之夜后 却有一些人家捡到并收藏了龙蛋 记者十分好奇 所谓龙蛋到底是什么样子 大姐 您家里有那个圆形的蛋吗 没有 慢慢了 没有 是吗 一连问了好几户人家 村民都说自家没有龙蛋 难道传闻只是空穴来风 这时 考察队来到了村子最东边的一户人家 这位大姐听说我们对龙蛋感兴趣 便招呼记者进了房间 一进门 记者就被桌上一块水族特有的马尾绣品吸引住了 揭开绣品 出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个椭圆形的石头 它颜色灰黑 外表光滑 直径大概十几厘米 大姐告诉我们 这正是传说中的龙蛋 当地人为什么把这些圆溜溜的东西叫做龙蛋呢 难道此地和传说中的神兽交龙有渊源 您还别说这话 您说对了一部分 此地确实和龙有关 什么龙呢 恐龙 原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距离三都县一百九十千米的一个叫安顺的地方 曾经出土过恐龙化石 这在当年也是轰动一时 因为这是在贵州境内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恐龙生活的痕迹 不过自打那以后 在贵州却再也没有发现过新的恐龙遗迹 那么三都县暴雨之夜从天而降的这些龙蛋 会不会与恐龙有关呢 正在设置组琢磨着如何揭开龙蛋的真相的时候 又一个不同寻常的线索出现了 在贵州省星义地区 一个叫绿荫村的地方 最近发生了一件怪事 旅荫村并非矿区 也从未听说发现什么矿产 这些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挖掘 难道山里藏有什么宝贝 村民留心观察后发现 这些外乡人在挖掘一种黑色的石头 石头上有着类似骨骼的图案 有人猜测这些石头会不会是恐龙化石呢 在贵州境内再次发现恐龙化石 消息不静而走 立即引起了古生物研究人员的关注 地理中国设置组会同贵州省地质调查院的专家 立即前往星义市绿荫村实地考察 设置组来到了那个被挖掘过的小山上 在这里一块有着波纹图案的石头 引起了专家的兴趣 这一看像水波纹似的这个东西 这个肯定是水波纹 这个我们叫波痕 波痕 就是一定是水里的环境 对 具有波痕特征的岩石 说明这里曾经是水体环境 而它们与波纹石处于同一个地层 这是否意味着此处的恐龙曾经生活在一个水体环境中 资料显示 在白厄纪和侏罗纪 恐龙家族占领了陆地和天空 但科学家还没有发现生活在水中的恐龙 如果此地却有恐龙生活的证据 那无疑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 考察队向北行进了大约六百米后 发现了一块中间有隆起的岩石 那化石的话你会发现肯定是有一个包 这个包呢有可能是圆的 打进去的话它里面它都肯定有一个这个化石存在 我这样看起来就觉得像一层一层蛋壳 对对是这个意思 就像那个洋葱 像洋葱 就像洋葱的那种一层一层的 只不过中间它是有个包 有个包它就这么裹起来 我们得剥开以后 对对对 在洋葱中间就有一个化石 那么这个古包的石头里面究竟是不是恐龙化石呢 经过专业人士的小心开凿 这块石头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这正是一块古生物化石 而且从骨骼形态推断呢 它应该是远古时期的爬行类动物 化石上的这个生物呢 长度不到30厘米 从个头看呢 可能是大型生物的幼体 也可能是小型的爬行动物 可它究竟是不是恐龙的化石 这还需要通过生物的身体构造 它的骨骼细节对比之后才能下结论 您看啊 它的头骨是三角形的 眼眶很大很圆 颈椎和背椎长度相近 尾椎更长 从这个尾巴的发育程度和脚掌的宽大程度来看啊 这倒像是水里的生物 看到这儿 专家突然想到了一个物种 应该就是它 你看啊 它们在形态和结构上 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么这个生物是什么呢 它叫胡适贵州龙 其实啊 它并不是恐龙 它是恐龙的亲戚 1957年7月 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胡成志先生 在前西南进行野外地质考察 途经浪雾山时 偶然发现了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四角蛇石板的东西 于是它实地采集标本带回北京 经我国骨脊椎动物权威专家杨中健教授鉴定 这是生活在距今2.4亿年前的中三叠纪时期的水生爬行动物 是恐龙的远亲 这是此种动物化石在亚洲首次发现 根据国际定名法 就已发现者胡成志的姓氏和发现地 将化石命名为胡适贵州龙 但遗憾的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科研人员在浪雾山再也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化石 而现在距离浪雾山十几千米的地方 却出土了与胡适贵州龙特征极为相近的动物化石 那么半个世纪后的考察研究 能否彻底揭开这个远古物种的奥秘 旅营村的这片土地下 是否还埋藏着更多的珍贵化石呢 此后围绕化石发现地 相关专家开始深入挖掘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 科研人员竟然发现了 大量聚集2.4亿年前的古生物 启动贵州龙化石225件 鱼虾化石26件 橘石8件 科学家将这个庞大的化石群 命名为贵州龙动物群 化石是生物进化的直接证据 它的形成呢 起码你得具备这么几个条件 首先得有硬体部分 比如说骨骼 牙齿 树干 这些物质不易腐烂 如果是皮肤啊 肌肉 器官什么的 那就不好保存了 其次是这个生物死后 要有某种沉积作用 迅速的将其掩埋 才能比较好的保存成为化石 如果暴露在空气当中 因为氧化作用 生物体形态呢 就会遭到破坏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经过石化 简而言之啊 就是通过物理和化学作用 使生物体变得均硬如实 比如我手里的这块化石 它的这个骨骼的空隙 被泥沙或者其他矿物质充填了 天长日久啊 这些矿物质就与生物体的物质进行了置换 虽然你看外观还保持了生物体的形态 但实际上呢 内部构成已经变成了坚硬的矿物质 所以说化石当中啊 记录着古气候古地理 还有古代环境等多种地球变迁的信息 那么经过分析研究 地质工作者究竟从这些骨骼清晰完整的化石当中 会发现什么呢 古生物学者通过对化石群的研究得知 古代的星移不仅是海洋环境 生活着种类多样的海洋生物 而且那里的水体环境具备形成化石的有力条件 研究发现贵州龙化时出土的地层是灰岩 颗粒很细 岩层也很薄 这说明当时的海水比较安静 在净水中死亡的生物尸体缓缓沉入海底 后来尸体被沉积物覆盖后 就形成了这种骨骼清晰的化石 化石群的来历和这里的古地理环境 有了初步的结论 可是您还记得节目一开始 我们提到的那些神奇的龙蛋吗 您看啊 发现龙蛋的孤鲁寨 距离出土贵州龙动物群的星移呢 只有五百多千米 既然远古时期 这里生活着大量的贵州龙 那么这个龙蛋 会不会与贵州龙这种古生物有什么关联呢 为了验证龙蛋的身份 考察组再次来到三都县孤鲁寨 一进村 正赶上水族特有的节日 卯节 这一天 十里八乡的未婚青年齐聚一处 用对割的形式寻找一中人 歌楼上 戴家的女孩唱起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也让我们近距离领略了水族特有的风情 向导将歌词翻译给我们 大美孤鲁寨千年水书龙蛋赐福 歌词居然与龙蛋有关 可千年水书又是什么呢 原来水书就是水族文字 它有着与甲骨文一样悠久的历史 每个水族村寨里都有一位用水书记录重大事件的长者 叫水书先生 或许他可以助我们达成所愿 古鲁寨的水书先生给我们查阅的寨子里最古老的水书 其中竟有一段文字提到了龙蛋 水书记载在孤鲁寨东北方有一座灯杆山 每逢暴雨之夜山里便会降下祥瑞之物 名曰龙蛋 究竟龙蛋是不是贵州龙产的蛋 他们为何会在暴雨之夜从天而降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就在书中提到的灯杆山上 第二天 考察组从孤鲁寨出发 向东北方的灯杆山行进 三个小时后 我们来到了半山腰 在这里大家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 岩壁上有很多圆坑 直径在二十厘米左右 圆坑的大小形状都与龙蛋近似 专家猜测 这或许就是龙蛋诞生的地方 继续向上走了两千多米 茂密的植被渐渐消失了 大家抬头观望 眼前的景象让考察队十分诧异 这块崖壁长十几米 高五六米 大小不一的圆形石蛋 就裸露在凹陷的崖壁上 为了最终确定这些龙蛋的身份 考察组提取了石蛋和周围掩体的样本 来到了贵州省地质调查院 通过切割机 石蛋被顺利剖开 可剖面并没有出现生物卵 应具备的蛋壳 蛋清和蛋黄三层结构 在这个石蛋的中心 只有一个较小的内核 石蛋内部物质的检测结果也显示 它们并非生物卵 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形成于距今五亿多年前的寒五纪 原来在五亿年前 贵州省包括三都县在内的大片区域 还是一片深海 当时一些碳酸钙分子 游离于深海的软泥当中 在特定的化学作用下 它们渐渐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结合 结合越来越大 之后随着上层沉积物的不断压实 软泥和结合随地层一起沉积变为岩石 在这个过程中 软泥成了泥盐 而结合就成了石蛋 后来随着地质运动 它们出路地表 因为泥盐更容易风化 层层剥落之后 石蛋便滚落下来 雨水的冲刷加快了风化的速度 因此连续的暴雨之后 石蛋更容易滚落 虽然所谓的龙蛋与贵州龙 并无关联 但它们却揭示出 这里曾经历了复杂的地质演变过程 也还原了远古时期的水体沉积环境 这正是水生爬行动物贵州龙的原始生境 可以说龙蛋为解开贵州古地理环境 和特殊地质构造 提供了新的研究范本 原来啊 这些龙蛋并非是什么 让人心想事成的宝物 当地人的对龙蛋的神话 也只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寄托 这可以理解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啊 原本以为这个龙蛋可以证明贵州龙和恐龙一样 是卵生动物 可是没想到二者并无关联 你看这个科学研究有时候就是这样 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证据 想通过一些蛛丝马迹 证明一些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可并不是每一次探索都有所收获 看来啊 贵州龙繁育之谜的课题搁浅了 不过几个月后 一块特殊的贵州龙化石 却让大家看到了一线曙光 专家告诉我们 眼前的这块化石有一个特别之处 那么就在它的旁边就有两个诱体 最小的贵州龙的诱体 一个是23毫米 一个是25毫米 在这旁边这是一个椭圆形的膜 化石上的贵州龙幼体呈现椭圆形 周围还伴有模糊的蛋壳印记 这让人们不禁想到未孵化的卵 如果这是处于蛋壳内的幼体 那就说明贵州龙的确是卵生动物 而这块化石的发现 就为研究贵州龙的生殖方式 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可没想到 这一观点刚一提出 一个新的证据又指向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科研人员在贵州又发现了一块贵州龙化石 在它的腹腔中隐约可见有义务存在 将化石放大7倍后 科学家发现 贵州龙腹腔中错乱排列的骨骼清晰可见 它们更像是贵州龙幼体的脊椎骨 难道贵州龙的生殖方式并非卵生 而是胎生 胎生 胎生 卵生 两个互相矛盾的证据 同时摆在了科学家的面前 这该如何解释呢 科学家呀 想到了一个关键词 重返海洋 原来啊 在爬行动物的演化过程当中 曾有过大规模返回水域的进化行为 众所周知 最初的地球是海洋的世界 那个时候生物的生殖都是在水下完成的 之后呢 由于海洋面积逐渐的缩减 裸露出的海床就变成了陆地 一部分海洋生物呢 就被迫迁往陆地 在演化过程当中 这些生物便产生了 能够适应干旱陆地环境的羊膜卵 并将卵产在了陆地上 成为了卵生动物 而到了三叠季的晚期 因为板块活动强烈 火山爆发 洪水泛滥 陆地环境持续恶化 于是一些爬行动物就选择了重返海洋 这其中就包括贵州龙 他们从陆地回到了今天云南贵州和广西交界的一个狭长的海槽 也就是贵州龙动物群化石打量出土的地方 此后重归海洋的贵州龙 在进化过程当中又改变了自己的生殖繁衍的方式 专家通过进一步考察 最终发现贵州龙在返回海洋后采用了卵胎生的生殖方式 而之前发现的这种化石便是贵州龙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物质 那么能够顺应自然环境的变化 而改变生活习性的贵州龙 又是如何灭绝的呢 专家说 在三叠季 各种海象生物为了生存 在各自的演化过程中展开竞争 有的体型净化为提升攻击速度的流线型 有的将牙齿演化成具有撕裂功能的利刃 总之各物种都力求在最短时间内拥有最有力的武器 而贵州龙的进化则较为缓慢 就这样 它最终沦落成大型生物的食物 在各种天敌的绞杀中走向了灭绝 没想到一个意外的发现 竟然引出了一个物种的金氏前生 还破译了三叠季那段海路变迁的地质密码 如果不是贵州龙动物群的发现 当地百姓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脚下这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曾经是一片汪洋 而这些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化石 也让我们对远古时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